大家不要收拾了,我都... 大家對上一次聽我說這個最後的說話應該就是心話 時間過得很快 我想管理大家的期望是很重要的 我想跟大家說這個世界有些事情就是 你們現在像什麼在我心目中 這段說話可能長一點大家耐心不聽 你們每人在我心目中現在像什麼呢 是一個幻法的一個人,你們是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是什麼呢? 譬如全香港今年有五萬個考慎 你現在我當你就是497 你剛剛那一個多小時有聽說 那你現在會跳到460幾 這個數字不是固定的,它是浮動的 這個浮動的時間會隨著你們這個月的溫習時間 再加差不多一個月的應考時間不斷上下動 明白我想說 你每溫一個鐘書你就在動上面 你睡覺的時候旁邊的人在溫書 他就又在上了,你就放下來了 你懂得懂我說什麼 他始終是拉曲的 所以這個數據我一定要在最後一課的時候 跟大家很殘忍去面對 一看完之後那些男同學很不開心 男同學的五星星全香港有84個 為什麼再做一個男同學 不是吧 八色,女同學是否很有信心 304,馬上飆出來 那位同學很瘋的 如果你讀文學你更瘋 有沒有讀文學的同學的同學 男同學可能就是你 女生會多很多 但因為他整個科只有千多 大家明白嗎 中文科呢 在三四萬個日校考生裡面 你看到他的數目 Lv2和Lv3都很瘋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不是這樣看的 1,2,3 三個level 意思是3,8,7,9,4 是前面加起來總和 這個就是,你明白嗎 3,4萬就是前面的總和 但是,你會看到 擺明在Lv2和Lv3那裡有1萬多2萬人 每一個等級1萬 是很恐怖 我想說,DSC的考試制度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盡力 但是你的盡力 不夠其他人多 你都仍然在後面 它很殘忍 你看一個數字 一個虛構的數字 你每一秒鐘都上上落 你只要有溫書 你就不斷上落 但你溫得很多 如果身邊其他校生都在溫書 而溫得比你多 你就會下去 所以我今天把這個 本來每年都放在最後 我每年就算內容不一樣 但是我最後一段時間 每年都一定會講一個很小的環節 要抽到前面跟大家講 就是,緊記 這個故事就是我每年講的 在草原上面每天 獅子媽媽都叫醒獅子 那個BB,起床,練跑 要不然你會餓死的 你追不到獵物 同一時間,同一草原的另一個 靈養的媽媽 就叫醒那個靈養BB,起床,練跑 你今天不跑 明天你就變為人家後中的獵物 你是獅子還是凌羊 我不知道 但你每天都要練跑 一天不跑就是人家超過你 所以在最後關頭 在不夠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可能面對很大的心理壓力 很緊張 很... 百般情緒都在那裡 但你放不下那件事 就是剛才那樣殘酷的故事 這個故事不只是DSE才上演 是將來你人生 你有一天去到社會做事 你感受到歪歪多些 我絕對相信 你一天出去社會做事 你明白我 我收到很多救生 竟然是明白我多了很多 你就會明白的 社會的setting就是這樣 你一天是獅子 一天就是靈養 每天都是奔跑追逐 你可以脫離這個遊戲 但你逃不開就是裝備自己 所以管理期望很重要 我很希望你們每個人都不成熟 但事實不可能 在這個Range裡面 你要問一下自己 每天我進步進步幾多 我要比身邊 和比自己昨天的自己 好幾多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 都是那句 我很想你們 出席我們的 幼兒五星五星星同學聚會 然後interview 加入我們隊伍 很想很想 但你要問一下自己 你昔日的自己 每天在進步幾多 有些人對他來說 從Level2到Level3 他很開心 甚至有些人很誇張 他本身就是覺得自己 要硬的學律師說 他拿一 他都很開心 管理期望是你最小的目標 如果你自己的期望 不管管理得很好 你很容易產生很大的落差 這個是第一點 我想大家記得 接著我們就會跟大家說 最後的說話 都想了很久 說些什麼 這一區 或者其他區都是 今年的你們很特別 因為你們真的陪著 其實我見證著你們的成長 你們都見證著 我第一年認好的學生 中六 我很深刻 這是懶地盤 變成這樣 一年 我想跟大家說 三個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應該要有的 擺在腦裡的想法 第一個我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你一定要擁有自己的意念 要相信自己 做任何事情 讀書做事 前提是相信自己 我小時候看這個故事 覺得很深刻 戰國時候 有個將軍 有個兒子 那個將軍很厲害 兒子很差 有一天 那個將軍跟兒子說 行了 我給家傳的這支神箭給你 你帶著它 插在你的箭上 揹在你的箭上 揹在你身後面 你力量無拳 擁有信念 兒子自此之後 上陣殺敵 鎖向媲美 沒有人夠打 射到箭 全部百發百中 殺敵無數 有一次要打完仗 回來好奇心 拔了這支箭 一拔 這支箭是斷的 他爸爸只給了一個信念 你行的 家傳之箭最厲害 他一直沒有看 直到他看的時候 發現這支箭斷的 原來沒有箭頭的 危急的時候 這支箭是保不了他的命的 從那天開始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這個結局 第一 他想戰爭 他沒有信念 他就是這樣輸了 死了 這個戰國的故事 很直接很簡單 不要依靠別人 你爸媽最親最好 陪你幾多年可以 你老師跟我陪你一年兩年十 總會盡頭的 今天都要離別的時候 沒有人是陪得你來的 最陪得你來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相信 你連最簡單的信念 都不能夠擁抱 你人生的路會難很多 所以 你不是那個 兒子的爸爸將軍 不是的 你自己就是那支箭 你自己就是那支箭 你想你是風利 你想你是短節 你想你是百發百種 百步穿揚 還是很容易被人摧毀 是你決定的 所以 所以 無論讀書 皇后人生 你最重要是擁有這件事 你的信念 你自己是什麽 這個是第一個 我很想和大家 講的感覺 第二個是 我希望大家有一件事 世界點變仍然懷抱 信念的是 做任何事情 小小的改變 很小而已 原來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不要看少少少的累積 它會帶來大大的不同 你怎知道幾時會開發 結果不知道 沒有人跟你講幾時 哪個時刻 突然間會成功 是不斷的 是日市 累積 所以有個故事很啟發的 就是一間買牙膏的公司 它過去十年銷量 也連年都會增加 第十一年 為什麽今年買我們牙膏 的人少了那麽多 他很擔心 老闆說 大家想起 為什麽 如何做到的銷量好些 有些人問 市場的話 找明星多賢 百個方法 其中一個員工举授 其實很簡單的 他們買牙膏的 把牙膏的尖 的口袋 的出口 的包裝 整幅1毫米就行了 真的 每天早上 晚上 买牙膏的人拆牙 出口位 擠牙膏的位置 多了1毫米 大家就自然会用得快了 消耗急了 它的销量自然提高了 这个方法去到第12年的时候 它的销量提高了3-4% 我想大家记得这个故事 是因为你永远都要用这么简单的例子 告诉你 原来我们做小小事 做小小事是有回报的 1毫米的出口 阔了而已 是对整间公司的销量整体不同 你怎么知道你今天读一本书 读一个句子 识一个人 做一件好事 将来会对你人生带来 惊天动地 不能推翻你外面 你不止 但你要相信 所以先拥有自己的意念 然后相信人生里面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成 到最后 我想大家答应我这件事 第三点 就是永远都要记住不要放弃 你人生一定 很多念头崩坏想放弃 不要说你 我一定经历过 过去那一年我经历到 过去年半两年 由成立型我开始 你无数的夜晚崩潰 做事都是的 上个礼拜都是的 做事都是的 对着一大堆文件 无从入手 你所有孤独不开心的情绪 不断吞噬你的时候 我想大家答应我这件事 不要再想 这件事何时完 何时到尽头 每一次去到这个念头上 我想你们在座每个钟头答应我 问一下自己 可不可以坚持多一天 顶多一个钟 顶多一半天 顶多一天 你不断问他什么时候完结 没有答案的 是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你的心魔会不断蚕食你 我们有谁不想放弃的 结束这么多次 过去十几年 我昨天 似当真 拍摄最后 讲感想 拍两个几钟 我想回十几年教书生涯 多次想放弃 做多这份事干什么 多余不要做了 你们人生以后一定有 除了读书之外 读书一定是你面临人生 现在最大的关口来的 但你将来出去租屋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开始老去生老病死 逐一面对 我想大家每次去到这些关口 你不要记得我说这一句 不要问这件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不要问这个错败什么时候成为过去式 我只是想大家答应我 可不可以多捱一日 多捱一个小时 多捱一天 多捱两天 一星期 你每天有这个信念 你会发现那件事是不止不过会过的 压自己三四次左右 第四天的时候 我感想原来已经不痛了 终于没那么痛了 没有那么痛就是有力量 重新上路 这个信念很重要 当你第一下已经觉得 我不行了 我懸崖在哪儿了 我要退了 我要走了 我要了结 你走不下去了 随之连月 跌掌你的心理承受力会越强 所以我希望大家永远都记住 时间一定是控制不了 但同一时间它是最佳的两样 每一次跟自己说 多顶多一一小时 半天 一日 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它会令到你更加容易接受这件事 所以我想大家答应我这一点 每一次你想放弃的时候 是謹记 当你有自己的意念 逐样累积 相信这件事有一天会有大的转变 和可能的发生 然后答应我每一天都是坚持多一天就好 是不是就好 我不可以踏实气地 作为一个老师 作为你 人生是一个过来人 但我肯定告诉你 这个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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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会好 因为人生就是不断起伏高低 它真的会认你好 只要每一次不好的时候 我们相信有最好在前面就可以 这三个感浪 我觉得 在最后一段时间 尤其是你们这三年的疫情 我觉得最想和你们分享的说话 而关于读书 关于做人 我希望你们相信一件事 一定要咬着胆气 其实说来说去关于读书 在你们面前最大的难题 和面对的情况 就是咬着胆气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想你们记得 我到现在我都很相信一件事 我去一间学校讲讲座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句子 我自己很深刻 我说 如果你持续不断累积地做一件事 死都不放弃咬着的意念 你就算做不到国际级 你一定可以是地区城 你回头想起来 如果有个人当年 只是打排球 一天打十个小时 打了十几二十年 我做不到国际球员 我做不到港队 我起码做到我住那区的第一名吧 你做不到国际级 都做到地区城 所以 你不放弃咬着胆气 你一定可以 永远都记住 终点就是没多久的 所以美国 那些雪山 灯山 经常都有一些石碑 插住在那里 说什么 这里埋了死者 死者前方不知多少步 就是一间屋被烂的 但是他不相信什么时候会到 到这个时刻他放弃 时光拨回去当日 你跟他说 前面十步就是那间屋 进去你就不会死 有野食 有火 温暖 他一定会扭掉 所以你每次就来放弃的时候 你会扭掉 是会得的 但是在这个意念之前 我希望大家都答应好你 持续不断做一件事 你喜欢那样东西 可以不是读书 绝对可以 但是你刻下读书的过程 是要给人证明的 就是原来你曾经可以为一件事 而揭准一切 埋手苦干去做好它 结果不好 你下年可以心安地地跟人家说 我不是读书的材料 你不敢跟你妈说 我帮你跟她说 你已经尽过力了 你的儿子 但他不适合读书 他想做摩擦师 想做摄影师 他有自己的职业和梦想 换个轨道 到时归套赛跑 这条绿地的跑道是注定了 你是归 你输给套 合理 输了不要紧 我尽过力 我是一只孤龟 我都跑过 我最多以后转另一个地方跟你跑 我在海里面 我怎么都游得比那只兔子 我是狗鬼 我陆地不够你跑 我在海里面的人 转赛道 但是转赛道之前 我希望每一个人跟我告诉我 你真真正正地 try your best 是死我 那么 是的 越说越感触 听不久没说下去了 那么 多谢大家这段时间 其实我见着你们长大 你们都 见证这个地方从零开始 所以 我会很感触 因为 我经常觉得这个地方 当然要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做很多很疯狂的 但是不关事 什么到数生日 都不在做什么 table sticker 要二千元 一个 center 贴到八千元 这些纸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 我相信是 有点理念 我们是想带出来的 譬如我们很想 四月的时候 接下来会变了自修室 让大家不用在外面找到很辛苦 我觉得 改变是要时间的 但是小小的改变 有时帮到一个人 你不知道改变是大地点 就是刚才的三个宗旨 我仍然是坚信 有意念 累积少的改变 而且永远不要放弃 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你们在人生不同的时刻 教中文最开心的过程里面 就是让我带一条道理去说这些 我希望你们的过程里面 跟我一年 一年三年 我不知道大家 但是你们有少少的得着 对中文提高一点点的兴趣 这个已经是我最大的成就 所以我以你们为荣 多谢你们 Thank you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